我有一些人的 我的愿望是要回 回祖怪啊 在国家危难之际 他们挺身而出 纵然千辛万苦 颠沛流离 从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也没放弃过回国的愿望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无数英灵长眠一词 让我们跟随李光殿的这段记忆 一起来回忆远征军的故事 当日军占领缅甸后 彻底切断了滇缅公路 使得国外支援的物资 没法到国内 为了抢回这条生命线 中国派出十万远征军奔赴缅甸 1942年 远征军先锋部队 在缅甸同鼓与日军展开血战 但是跟我们并肩作战的英军 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 仓皇撤退 使得李光殿所在的200师 被日本团团包围 他们只能靠自己进行突围 但先锋部队一出去 就被日军强大的火力打垮了 连阵地也丢了出去 后续的大部队寸步难行 日军更是乘胜追击 占领了蜡树 彻底切断了远征军的回家之路 仅仅入眠作战两个月 上级就下达了全线撤退的指令 李光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但是他只能接受命令 跟随大部队一起撤回到野人山 但正风缅甸处在雨季 连续几日的暴雨 使得战士们陆续倒下 李光殿凭借着好的身体素质 一路坚持了下来 三个月后 四万多名远征军 仅有三千多人走出了野人山 1944年6月 远征军在经历两年的训练重组后 开始第二次入面作战 李光殿也随之归队 随后部队接到指令 去攻打嵩山 进攻嵩山的第一天 二十八师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很快便攻打下了竹子坡 但李光殿却觉得反常 这场仗赢得过于轻松 但一些战友总觉得 是他想的太多 6月5号 美军的飞机趁着天气转情 开始对嵩山进行轰炸 远征军部队开始向一座山头推进 刚前进一百米的时候 日军突然出现 各种重火力武器开始疯狂扫射 李光殿迅速开始指挥战友们后撤 但八十米的距离根本来不及撤退 转眼间 两个剑刀连仅剩下一个排的人身环 李光殿凭借着以往的经验逃过一劫 此时大家才意识到 山上埋伏的敌人没那么简单 这支日军的部队大多为矿工 也是第一批到达陆江的日军部队 这些矿工出身的日本军人 几乎挖空了整个松山 修建了四十多座军制堡垒 整个松山变成一手难攻的一个战场 李光殿所在的部队 只能以生命为代价 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 但无论怎么打 一直拿不下这块阵地 更是牺牲了三千多人 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李光殿想到 在地下埋下大量的炸药 把整个堡垒给炸掉 虽然这个方法不是什么好的方法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一试 命令下拿下去后 三吨的炸药已经埋法完成 在李光殿的一声怒吼之下 随着一声巨响 日军阵地瞬间被炸开了花 最终经过九十多天的苦战 远征军以死伤八千多人的代价 收复了阵地 在后续的战斗中 李光殿奉勇杀米 跟随部队成功抵挡住了日军 也收回了滇缅公路 为国内抗日提供了后勤网障 由于李光殿不愿参加内战 所以选择了在缅甸一个村庄生活 在1949年 在解放战争结束后 新中国成立 李光殿激动地说道 终于可以回家了 可这时 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 应当是远征的时候 家人都以为他已经牺牲 就注销了他的户籍信息 所以李光殿现在回不了家 李光殿在缅甸生活的并不好 只能做些苦力来养活自己 但如果他加入缅甸国籍 日子就能马上好转 但李光殿始终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再苦再难 也不舍弃自己的国籍 在2005年 政府也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开始迅速各方协调 在云南省政府 以及云南省刺杀协会的帮助下 李光殿老人 终于再次踏上 自己祖国的土地上 这次回国 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如果再不回来 已经就没机会 再看到家乡了 于是 李光殿强求要求落户中国 国家也是相当重视 经过层层审查 云南省政府不断地努力下 终于李光殿的户口办了下来 派出所的民警 也是登门把身份证 以及户口本 送到了老人家手中 在拿到身份证时 李光殿潜然了一下 终于了却了他的心智 像李光殿一样的 远征军英雄 还有很多 有的已经长眠在大山中 有的为了回到祖国 想尽各种办法 但他们共同的一点 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他们入面作战 勇于抗争日控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换来了和平 并向世界证明了 中国军人的血情 在异国他乡 他们时时刻刻地 惦记着祖国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将长眠于他乡的英雄致敬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